近日,广西南宁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破获一起网络婚恋交友诈骗案 案件中,受害人陈先生在一年内被57岁的网恋女友关某一人分饰四个角色 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被骗金额于300万元 2020年7月,嫌疑人关某通过某社交软件认识受害人陈先生 关某在软件上伪装成一个在生活情感上遇到挫折的90后单身女性菲儿 关某以此身份开始与陈先生聊天 菲儿告知陈先生,其真实名字为陈春玲 还编造他有多处房产及价值3000万元的设计公司股份 陈菲儿是怎么样一个身份? 是一个广告,从一层间,是个整个人号的单身女孩 你为什么要回到这样一个身份区跟XX聊天? 当时其实也没想那么多 反正大家都不认识谁,不认识谁 那是我上人,说什么不行 2020年10月,关某以菲儿的身份与陈先生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之后 其利用多个微信号扮演陈先生的女朋友陈春玲 陈春玲妹妹陈东玲 陈春玲姑姑陈云 陈春玲的妈妈李淑涵等四个角色 来获取陈先生的信任 据悉,嫌疑人关某多次以其生病,其父亲生病 出差国外需差旅费 争夺家庭财产需打官司等理由 多次向陈先生索取钱财,并编造各种理由不方便与陈先生见面 菲儿这个角色有没有跟XX见过面? 没有 那你跟XX见过面吗? 见过 你是以什么身份的XX见了面? 没有,那不过 受害人陈先生意识到被诈骗后多次要求关某还钱 关某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还钱 陈先生报警后 高新公安分局民警于9月18号将关某抓获 警察,嫌疑人关某,女,今年57岁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利用交友软件以储对象为名 编造各种理由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据关某交代 其通过诈骗所获得的300余万元钱款均被用于博彩 目前,嫌疑人关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